反了你了,有你这样做儿媳的吗?今天你要敢让警察把你嫂子带走,咱们这日子就别过了,你嫂子要和我大儿子离婚,我就让我小儿子也和你离婚。 婆婆,我没有找你的事,你是不是以为自己就没事了,偷金手镯的是你,偷拿我钱的也是你? 那都是你嫂子指使的,我什么都不知道,我年龄大了,我什么都不懂。 就算是我嫂子指使你的,你也脱不开关系,你是一个成年人,你也不是智力低下,别人让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嘛,你自己没有思考能力吗? 弟妹,我都把金手镯的钱还给你了,连以前所有拿你的钱都还了,你还要怎么样?你如果非要让我背叛刑,那我绝对和李文壮离婚。 你拿离婚吓唬谁,你愿意离婚就离婚,和我有什么关系,我不放过你是有原因的,就在我报警之前,我们老板找我谈过话,说有人上公司去闹事,想让公司把我开除。 我们老板说,那个人很胖,长得一脸横肉,嫂子,那个人是不是你? 不是我,我从来没去过你们公司,你脾气那么大,谁知道你的罪水了,不要把屎盆子往我身上扣。 你不承认是你,对吧?可惜啊,我们公司是有监控的,要不要我把你去我们公司的视频调出来给你看,你脱我的金手镯也就算了,还要让公司把我开除,你这安的是什么心,我凭什么要放过你? 弟妹,我承认是我去的你们公司,但那是之前的事了,我以后绝对不会再去找事,我可以另字句,我也可以发誓,绝对不会再对付你,求求你放过我一次。 另外一边 小弟,你老婆那个人就是唯恐天下不乱,非要把我们这个家拆散,你嫂子要真被派行了,她是一定会和我离婚的,你要是劝不住你老婆,我就没你这个弟子。 哥,我不是也为嫂子求情了吗?但是,我老婆不听我的,这我也没办法啊,只要能帮你,我一定帮,但现在就是没主意啊。 我现在有一个办法,只要你按我说的做,这件事90%能成,你骗她说她爸生病了,让她回老家去,来来回回路上都要耽误不少时间,等到了地方,她发现她爸没生病,你就说你记错了,然后告诉她回都回去了,就让她带她爸检查一下身体,她就顾不上这边了。 你这个办法根本就不行啊,我说她爸生病了,难道她不会给她爸打电话确认吗?她只要一给她爸打电话,那不就露线了吗? 这个简单,在你骗她之前,我会找几个人轮流给她爸打电话,等她爸接了电话,我们就不说话,等她爸挂了电话,我们再打过去,用不了几次,她爸就烦不胜烦,直接把手机关机,到时候你老婆打电话打不通,她就只能着急回家了。 两人正在商量的时候,一个白发老人突然出现,正是小儿媳的父亲李大山,李大山没有理会两人,直接敲门进屋。 女儿,千万不要放过这两个人。 爸,你怎么一夜之间头发全白了,你之前只有两个病脚是白发,其他的都是黑头发呀。 你给我打电话说,你的金手镯被你婆婆偷走了之后,我才发现你母亲生前的金手镯也不见了。 不但如此,咱们家的大黄狗也被人用砖头砸得鲜血淋漓,老黄陪了我八年,就和我的家人是一样的。 我回去看到老黄的时候,他已经奄奄一息了。 当晚我就去找兽医救治,花多少钱我都要把他治好,可惜老黄受伤太重,用最好的药都没有救过来,金手镯丢了没有什么。 但老黄没了,我接受不了,我难受的心脏都快不跳了,说句不好听的。 在我的心里,他和你母亲的地位相当。 爸,是谁这么狠心?老黄是个特别通人性的狗,我每次回去他都摇尾巴欢迎我。 我难受的时候他还怕我旁边安慰我。 你报警了吗?一定要调查出来是谁害了老黄。 我找邻居四处打听,老黄遇害的那天只有两个女人去过我的房子,一个又胖又丑,四十多岁,另外一个穿着绿色的裙子,六十多岁。 我一开始猜到了是你婆婆和嫂子,不过我不敢确定,但当你打电话告诉我,你婆婆偷拿你金手镯的时候,我就确定那两个人就是他们。 所以我连夜坐火车来找你,绝对不能放过他们,他们简直坏透了,我要给老黄报仇,必须让他们被判刑,让他们在外面逍遥,他们不知道要害多少人。 你这个老头,不要在这血口喷人,我什么时候去过你房子,邻居说的能当真吗?你有确凿的证据证明我们去过吗?你那个村子里又没有监控。 不要以为没有监控就能逍遥法外,我们警方的高科技手段多着呢,丢了两个金手镯,涉案金额最少在两万朝上,这件事我们会立案侦查,如果是你们,我劝你们趁早承认,现在还没有立案,你们现在承认属于自首,可以从轻处罚。 警察同志,真的能从轻处罚吗?我愿意自首。 婆婆,你胡说什么呢?我们什么都没有做,我们也没有去过这个老头的房子。 不要再坚持了,警察是一定能查出来的,而且打狗的是你,拿手镯的也是你,我的罪过比你轻,我为什么要和你一起扛着呢? 警察同志,我说的都是真的,我年龄这么大了,我也打不动狗,而且金手镯都让我带儿媳拿走了,我也没有捞到好处,我这算是包庇了我儿媳,我向警察认错。 警察同志,我承认是我偷了金手镯,但我不承认是我一个人偷的,我根本就不知道金手镯的位置,是我婆婆带我找到的,我这也算是自首吧。 你现在已经不算自首了,而且你的行为属于入室盗窃,等待你的将是法律的严惩。 最终,婆婆和大儿媳被警察带走,大儿媳不甘心自己被抓,又把老公扯了进来,因为她干的坏事不止这一件,有很多坏事她老公也参与了,而大儿子也不甘心自己被抓,又把小儿子牵扯了进来,最终一家都被判刑。